这穿起来挺洋气的 要不你们试试看 颜色不太喜欢 我们再看看吧 好 欢迎再来啊 陈岚 告诉你个特大喜讯 刚才妞妞来电话了 她说她拿到录取通知书了 考上了北大数学系 你不是开玩笑吧 这都什么时候 能跟你开玩笑吗 我 我就说 你有没有听错呀 你看你呀 这段时间 我不一直在劝你吗 不要太悲观 困难总是会过去的 你看你 你要是不放心 你就回家看看 我替你一会儿 不不 不 我前一段时间 我老请假 给您添麻烦了 虽然领导一直很照顾我 可是我心里 无论如何觉得过意不去 我下班再说好了 你呀 就是这样的性格 行了 那你忙着我走了 对了 记着啊 得请我们喝喜酒 没问题 走了 干什么 大妈 北京这夏天啊 比我们那嘎嘎热多了 要不经常擦擦啊 还真是容易长肺子 你说我让你这么辛苦 你们一家人 对我们张家的恩 我们什么时候能报啊 大妈呀 你这说哪儿去了 咱们是一家人啊 咱们那缘分啊 那 那就是老天爷给的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你说对不 是 大妈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好多了 好多了 你不是回哈尔滨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我这不是见着您 我又来了吗 佳佳 佳佳 都办完了 一会儿再说一会儿呢 大妈 她呀 她就回去那个 有点事啊 您就别问了 你怎么还瞒着我呢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佳佳 你呀 一天也辛苦了 赶紧回去 你们俩去吃点饭 别饿着肚子 没事 她这儿饿不着 放心 今天 我非常高兴 咱们妞妞考上北京大学 如果强泽地下有志 应该也觉得很骄傲 还有大哥 送好尔滨风尘仆普普地赶来 今天也是给你接风洗尘 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得喝一点 断了算了啊 来来 上回你看你这酒还没喝完 你就躺上去了 行了行了 你就别喝了 今天得喝 不喝多 不喝多啊 妞妞 你自己也倒一点 好 敬你爸妈啊 来 爸 妈 我敬你们一杯 我之所以有今天 之所以能考上北京大学 全是你们的功劳 来 我们大家都举起酒杯吧 祝我们一家人 身体健康 顺顺利利 妞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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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 新意 我跟你老妈全都领了 你这孩子家 不会喝酒就别喝了 没事 我就干了这一杯 老爸有话说呢 先别喝啊 坐下坐下 这个是一个六万块钱的存折 是专门给你办的 好 送给你了 不行 不行 爸 这钱我不能要 大哥 大哥 这牛牛上学用不了多少钱 对 而且该帮的忙 你们都已经帮过了 我是感恩不尽哪 来来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什么叫你们 跟我们的分那么清 大嫂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是说 这帮忙也不能没完没了 你们已经为我付出太多了 再说我现在这么大了 不能再让你们为我操心了 我不能要 牛牛 听爸的话 这是我和你妈的心意 必须拿着 听话 爸 这钱说什么我都不会要的 你收起来吧 大哥 你们的钱啊 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也是你们起早赶晚 一点一点挣的 这些年 你们自己省吃俭用 大把大把的票子 花在牛牛身上 你们这样善待别人 亏待自己 我真的是很过意不去啊 行了行了行了 兰兰你就别说了呀 你说咱们这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你知道不 这帮忙 也不能没完没了啊 我挣钱给自己的亲闺女花 咋不行啊 行了兰兰 这就是现在有了 要搁以前我们就是有这心 我们不是也拿不出这钱吗 行了行了行了啊 牛牛把这钱收起来 你以后啊 用钱的地儿多了 收起来 牛牛你磨叽着 拿着 别呢 牛牛牛 我跟你说啊 你要再这样 我真生气了啊 行了 来来 就这么定了啊 收拾收拾 来来来一块起飞 来来来 为牛牛考上大学啊 来来来来 北京大学啊 北京 门战 我看你的精神气色不错呀 这几天 来 水不热把药吃了吧 奶奶 这是五十块钱 师傅 孝敬您的 等您出院以后呀 拿着去买点补品 好好补补身子 虽然我爸已经不在了 可是呢 有我们在你就放心吧 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 奶奶不要 有你这份孝心就行了 你说说 你妈妈给你那点零花钱哪 你上学就零花着用就行了 奶奶不要 奶奶你就收下吧 这个钱呀是我自己挣的 我写的短篇小说在杂志上发表了 这个呢是他们给我寄来的稿费 这算我的一点心意来孝敬您 我们文文这么有出息 但是你要多保密 不要告诉他们 奶奶收下了 就替你保管起来好不好啊 保密 m i 你 你怎么老看言行小说啊 小心看进去钻不出来 别胡说 你再胡说我不管你了啊 唉 唉 姐 你说 燕子她爸她妈对咱们家多好啊 一下拿那么多钱出来 不仅供大姐上学 还给我和奶奶治病 你说以后怎么感谢她们 有什么可感谢的呀 想那么多干嘛呀 有钱你就花 不花白不花 不是 三姐 你怎么这么看问题啊 脑子进水了吧 谁脑子进水了 我看你脑子进水了吧 这天上掉馅饼的事 还不要不要的 姐 你别发火啊 我的意思是说 你看问题不能太偏激了 谁看问题偏激啊 是 我是脑子进水了 我这不好那不好 你们都好行了吧 别人这看不起我就算了 你也这么说 行 小四 以后你的事我还不管了 你自己有本事 你自己熬药去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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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那意思 姐 三姐 姐呀 累死我了 哥哥 这怎么还呀 光光不满啊 这好看 打个帽子吧 好好 试试 你看这不都挺好看的吗 来来来 妞儿 快来来来 看看 这多好看 好看 你爸挑的 我的衣服够穿了 你爸挑的让人家好 是 是 是 就是 我跟你说 这女孩子进了大学呀 你不能 忒寒着了 是不是 你们在这儿先选着 我到那边再转悠转悠啊 去去去 行了 别了 你呀 不能老这样 你 你 没见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妈的意思就是这样 今儿啊 只要这个款式啊 看着比较时髦 有你的号就都要 来 多选几项 想想想想想 真的不用了 这个也老好了 妈 妈 这样 你说我的衣服又够穿 像这样的衣服 更新换代太快了 你到了明年就过时了 你囤囤了 不在家里浪费 再说了 你说上大学哪有 穿得这么艳的呀 咋不能穿呀 我看挺好的呀 都好看 依我看 戴起就是怕花钱 咱都逛这么长时间了 你总得给老妈点面子 让她一死一下啊 真好试 不是 你看这几件衣 颜色衣服 都特别好看 咱这几个每人一件 一个都不能少 你这个行吗 真好 一人一件 一人一件 对啊 这几件衣服 都挺好看的 咱们每个人一件 行行行 我看行 都要用 这啥呀 这咋四数包啊 废话 一人一个 你放回去吧 你放这小碗篮好了 一人一个 一人一个 你听我说 我们家里啊 就书包还能用 都没换 就不用买那么多 啥呢 又是 都要了 都要了 来 来 来 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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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的服务员 看票了 看票了 来 这样 这样啊 我看了 我看了 赶紧拿东西试试 我就是这一件就行了 这都放了 我就是这一件 这件啊 啥一件 都要了 来 托衣衣 在家这两件 还有那两件 三姐 还有那 partners 种 rubber 然后天河 ад viewer 你别国了 好了 来 这 这 走走走走 BUит 快了 什么 怎么了 又熬co了 别骂啊 什么味啊 lên 笔 走 林伯 咋了咋了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躺伤了 没事 大爷 赶紧上医院 爆炸爆炸 走走走走 快吃 走走 啥没事啊 赶紧进去 赶紧弄撤 到医院 你到医院爆炸爆炸 别撤了 快点撤了 不行不行 赶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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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那么倒霉啊我 都这么大了 还尿床呢 二姐 这不怪我 都怪三姐 我叫她 她不但不管我 还看我笑话 以后我再也不用她了 二姐 你以后可不能不管我 二姐呀 管你一辈子 行了 小四 姐呀 去给你把褥子晾了 给床单洗了 大夫 这伤口什么时候能全好 快的话十来天就好了 医生 我这闺女考上大学了 八月底开课 不会受影响吧 应该没问题 没事 伤口考虑以后不留疤吗 如果不感染的情况下 留不下疤痕的 放心吧 不会影响以后的生活 谢谢大夫 走 走 再见 再见 走 走 我都说了没什么大事 你又闯祸了吧 没有 我是跟小四闹着玩的 我没想到 行了 别解释了 以后注意点 赶紧把这药壶洗干净 换一副药 还有小四尿床的事情 不要跟别人讲了 我怕妈甘心 我说倩倩呀 你能不能懂点事 也多替别人想想啊 我说倩倩呀 你能不能懂点事 还傻站着干嘛呢 赶紧煮药去 再烧点热水 一会儿我给小四泡个澡 没事 还疼吗 没事 没事 你这手 到底怎么受伤的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是我不小心烫伤的 妈 我去给奶奶送饭了啊 倩倩 到医院照顾一下奶奶啊 跟你吴阿姨说 早点回来吃饭 这孩子怎么这样啊 这孩子怎么这样啊 真是的 你别瞒我了 你这手 发生是倩倩惹的祸 是吧 她回来 我问她 妈 这事跟倩倩一点关系都没有 真的是我自己烫伤的 不信你问燕子 倩倩这个脾气 真是没得治了 叫她给奶奶送个饭 一百个不愿意 你都不理我 提着餐盒就往外走 倩倩 你吃饭了没 喂 妈呀 谁那么胆大呀 惹我们三小姐生气 游家 倩倩啊 吃点水果吧 我想去趟厕所 回来再吃饭 好 好 好 来 我来扶你 来 慢点啊 慢点 来 好了 不着急 这丫头什么活都不愿意干 这以后怎么办呢 真让人发愁 阿姨 您别发愁 别生气了 三姐现在还小呢 对啊 妈 倩倩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其实咱们对她得讲究方式方法 不能总是埋怨她指责她 也得适当地鼓励她 要不然啊 以她的性格会越来越极致 越来越叛逆的 倩倩真是太不应该了 妞妞啊 你辛苦了啊 这种天 吃饭穿衣都不方便的 妈 我没事 吃饭吧 姐 菜都凉了 我自己来 可以 行 那我喂你 对 那爷爷喂你吧 我来服侍您 来 好 本来 我来服侍您 我来服侍您 好 看你服侍您 开 打个把服侍您 来 打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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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打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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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回来了 我扶你 冷啊 奶奶 你早点晚饭吃了吧 不然一会儿该凉了啊 吴阿姨 我妈说啊 让明月早点回家吃饭 这样让我照顾奶奶就行 我不急 看看我们倩倩 觉得懂事多了 行了 差不多就行了 好了 燕子 真是不好意思啊 这些天 多亏了你帮我 咋这么说呢 咱俩还说这个啊 你看啊 陈阿姨现在白天上班 我妈和二姐 又要去医院照顾奶奶 还要洗衣服做饭 看打扫卫生 我和三姐 正好照顾你跟小岁 分工明确 正好啊 谢谢老妹 谢什么呀 老大姐 说实话 我打心眼里也特崇拜你 将来啊 要跟你一样考上明码大学 没问题 没用 宋大哥来了 宋大哥 这手怎么了 包成这样 没事 就是前几天不小心烫了一下 你怎么来了 我来说问问 最近录取同志书都下发了 收到了没有 同志书 没有啊 不会吧 我们他们同时 他们孩子都收到了 怎么会没收到呢 我就帮你问问啊 宋大哥 我大姐跟你开玩笑呢 考上了 哪个学校 快告诉我 你猜 猜错了 有惩罚的 没错一次 五块强力 没问题 清华 五块强力 断手了 以他的成绩 不是清华就是北大 这么快就猜中了 眼睛不好玩 真的 真考上北大了 你就要考上北大了 你就要考上大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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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高兴了 那你给我什么奖励啊 想想什么 什么都给 随便吧 我真的 要不 我请全家吃饭 下馆子 好不好 你也当真了 我给你看玩笑的 要不这样 你就帮我干点体力活吧 体力活不小菜一点啊 什么这里活 我想在家做饭 可是没有大米了 你陪我去买个大米 没问题 我自己去行了 我跟你一块去 你手伤了 别动了啊 我走吧 等我啊 来 奶奶 我给你泡泡饺 来 过来 乖色女啊 奶奶 你要多泡泡饺 这样对身体好 血液循环 文文 我想跟你说件事 那天你给我那五十块钱 我就放这枕头底下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还没来得及收呢 就不翼而飞了 没了 那谁来过您的房间啊 昨天好像就是倩倩 跟你吴阿姨来过 肯定是倩倩 她昨天晚上 过来给您送饭了 你说这孩子 现在怎么学成这样了呢 奶奶不瞒您说 我跟大姐还有倩倩 住在一起的时候呀 我们俩都丢过钱 而且不止一次 其实我们心里都特别明白 就是没有戳穿她 可是她现在越来越过分了 竟然连您的钱都敢偷 不能说偷 自家人就说拿 偷不好听 可是她这种行为 再这么发展下去的话 就是害了她呀 是啊 明天你妈接我出院 回去以后 咱们一块儿跟她说说 我跟你说啊 倩倩 以后啊 学着什么烙饼啊 包饺子啥的 你别看啊 这厨房啊 它也是一门手艺这些活儿 一多不压身 你知道不 我没事学那儿干嘛呀 我又不要做家庭妇女 我要是像您这么有钱 我就住着大别墅 开着小汽车 天天下馆子 我再过一个保姆 天天过着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生活 那儿都来劲呢 妈呀 倩倩 你呀 得像您那俩姐姐似的 多学着干点家务啊 我家的后面 有一个很大的园 相传叫做百草园 姐 我 我有点渴了 我想喝水 行 我去 大姐大姐 手还没好呢 我去 你等着啊 兰兰 谁去结账了 妈 别着急 陈文去了 一会儿呢 我们再叫个出租车 就行了 叫出租车干嘛呀 不还那钱 咱们坐大巴不是挺好的 那可不行 大妈 你看啊 咱们这么多东西 还有这么多人 那大巴呀 还得倒来倒去的 大车呀花不了几个钱 您就放心吧 妈 账都结完了 出租车也在下面等了 咱们走吧 好了 那我们马上出发 妈好 走 好 我帮你拿 不用 不用 走吧 您就走吧 这么多人哪 妈 慢点 好 阿姨 你们几个听着啊 奶奶今天刚出院 以后啊 谁都不可以惹她生气 要好好地照顾她 知道吗 嗯 我呢 就是一个包袱 拖累了你们 不过现在 我这身子骨好了 我能自理的 就不麻烦你们 不影响你们的学习和工作 小四呢 由我照顾 你们该干什么 就干什么去吧 好 过段时间 就快要开学了 奶奶 还有小四的身体 都需要人伺候 我自己要工作 家里还要生活呢 等燕子她们一回去 这个问题 咱们得商量一下 是啊 干磨了 来 我来 我来 我来啊 我呀 先学了一个穴位 这个三 这叫 这叫足三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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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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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轻点 轻点 不管用 忍着点二四 小四 我过两天我老爸 来接我们回哈尔滨 我们要都走了 三个姐姐也都上学了 谁照顾你啊 那只有奶奶了 奶奶能行吗 她心脏病又高血压的 怎么照顾你啊 最近啊 最近啊 我在考虑一件事 我想 你看 上学以后啊 离家那么远了 就没法照顾家了 还有 小四跟奶奶都需要人照顾 陈文呢 又上高三了 明天就得考大学了 不能耽误她学习啊 所以呢 我就想 你说这么多 是什么意思啊 要不我这学就别上了 你在说什么呀你 我就留在家 好好照顾奶奶和小四吧 考上北京大学 是多少人梦美求的事情 你要放弃 我还能够在家附近呢 打分临时工 这样呢 既能够照顾奶奶和小四 还能够给家里补贴些家用 我告诉你啊 你打消这个念头 我不会同意的 妈 你听我把话说完嘛 你不要再说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这是瞎胡闹 绝对不行 要不然我不上学了 辍学照顾家里 不行 绝对不行 不能因为家里的事 毁了你的前程 我绝对反对 姐 阿姨 燕子 要不然 你们别回去了 我真的不想让你们回去 否则 我肯定会想你们的 小四 我们呢也不愿意走 我们也舍不得你啊 可是要开学了 燕子呀得上学 你知道不 你别难过啊 我呢随时就来看你 行不 那得什么时候了 方丈 方丈我们就来看你 那说好了 方丈就过来 你们两个都很有出息 都不能放弃学业 说起来啊 我这俩孙女啊 都很孝顺 比如呢 陈文 上次把有生以来 第一次赚到的稿费 五十块钱 孝敬我了 可是啊 我这老糊涂啊 我 不知道放哪儿了 倩倩 就是上回 你给我送饭那回 你看见了吗 我好像 好像什么呀好像 那钱就是你拿的 你胆子也太大了 连奶奶的钱都敢拿 有什么话好好说嘛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凭什么说是我拿的呀 你哪只眼睛看见 是我拿的了 你有证据吗 别胡想瞒缠了 那钱就是你拿的 倩倩 你好好说 到底怎么回事 问你话呢 你说呀 你少说我啊 懒得理你我都 倩倩 你说 有没有拿 那天 奶奶上厕所 然后不小心把钱 掉床边了 我看见了 我就捡起来了 我怕丢了 我替奶奶先保管着 奶奶 我一会儿就把钱还给你 我不要你的钱 好了好了 这件事呢到此为止 以后谁也不去再提啊 刚才妞妞提的那件事啊 我想啊 咱们一定要慎重地考虑 不能因为家庭困难 就影响你们的学习和前途 明天就要开学了 你如果 还想放弃学业的话 你自己去跟你爸说 好 爸 我和承文来看你来了 你还好吗 我们今天来是想 告诉你点好消息 我考上北京大学了 而且马上就要报到了 可是我心里特别为难 奶奶和小四怎么办 谁来照顾他们呀 爸 我一点都不开心 我倒是挺难过的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爸 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该怎么做 爸 我想你 我好想你 姐 家里不是还有我呢吗 你赶紧回家吧 今天开学了 你还要去报道呢 这女儿是谁啊 这么长心啊 我们老会长的女儿 家里那么困难 我得帮帮她 好 想交女朋友了吧 你想什么呢 她才十九岁 我是她大哥 十九岁怎么了 老柯让女儿女害怕了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交个朋友嘛 这很正常的事情 家人换作是我 只要是有感觉 我一定抓着不放手 你抓到底 你说你脑袋里天天想 什么东西的事情 我真是拿你没办法 认真开车 认真开车 不许看我 上天主的事 人家人的事 我不会了 好 我还要确定 现在明天啊 好 我自己想оп视 好 我的客人 我给你了 现在说我 我妈妈 你不吵了 和你带个人 可是我弄不着 我什么也没有 我不肯定 我铁心脱不吃 我一定会照顾你的 不过没事 我每个礼拜都会回来一次 但是二姐学期那么紧 哪有时间给我洗澡按摩呀 我就怕我的腿 永远都站不下来了 小思 要对自己有信心 坚强点 我们一家人都不会放弃你的 奶奶身体不好 妈妈下班以后啊 还得做家务 照顾 你要体谅她 我知道了 阿姨 女妞 这位是 这是我老乡邓明 阿姨好 大家好 我叫邓明 邓小平的邓明天的名 哥哥 门口那个车是你的吗 你有空的时候 带我去兜兜封呗 可以啊 倩倩 你们稍等一下啊 我们快收拾好了 妞妞啊 别让人家久等了 一会儿上学 有空常回来啊 嗯 妈 我知道了 奶奶 又你们来了 又麻烦你们了 还好 瞧您说的 身体挺好的 挺好的 那就好 坐着歇会儿吧 不坐了 马上走了 妞妞 时间不早了 赶紧的 陈文 倩倩 帮大姐把东西拿出去 不用了 孔岸 给我吧 来 我来吧 这女孩子 你给我一则了啊 不好意思啊 麻烦你了 阿姨 没关系 我跟超哥啊 是唐先生老乡 从小一块儿长大的 以后家里有什么事 需要用车的话 随时给我打电话 谢谢啊 谢谢 小四 小四 大姐真的走了啊 记住我说的话 照顾好自己啊 放心吧 大姐 那你船回家看看 我会想你的 会的 小四 别担心 我常来看你的 小舅 走吧 走了 那我真的走了 快 好 路上小心啊 放心吧 阿姨 好 姐姐 再见 好 走了 有客人来玩啊 再见 姐 常回来看看啊 你 你 知道那床是谁吗 还没来吧 我也不清楚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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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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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李妞妞 我是北京人 我叫妞妞 是石家庄人 我叫妞妞 我叫万静 是天津人 你们好 你好 我 我是大哥 你好 你好 东西我帮你拿吧 没事 没事 我帮你帮你 这是你的床位 好好好 来 我帮你 来 那你们在一起 好好相处 互相帮助啊 那别失忆的 没问题 美妞 那我走了 我送你了 好 来 再见 拜拜 拜拜 你多大呀 我是七三年的 今年十九岁 我跟你同年 但我是正月十五升的 那我是最大的 七二年十月升的 你是最大的 我是最小的 那以后我照顾你 好啊 好啊 妈 怎么了 是身体不舒服 没事 甭管了 你去吧 妈 我帮你拿药去 好吧 不用 待会儿我自己拿吧 你瞅瞅你啊 昨天晚上你十二点睡的 早上起来又给我们做早点 你也够辛苦的了 赶紧走吧 晚了该迟到啊 妈 那个午饭在锅里 你们中午就热一下 凑合着吃 晚上回来 我再给你们改善 行 那我先走了 小四 妈上班去了 有时记得喊奶奶啊 妈 我知道了 妈 那我走了啊 慢点啊 路上小心着点 好好好 谢谢 你们要这个周末有空啊 到我们家来玩吧 好呀 算了吧 你还是跟你的帅哥好好约会吧 我们俩可不敢打扰你的好事 什么帅哥呀 瞎说什么呀 我们有男朋友的 行了吧 班长 有什么情况老实交代 跟我们也说一说 让我们也学习学习嘛 你不知道呀 那个颂哥风度翩翩 有阳刚之气 一米八的个子 特别男子汉 跟我们班长站在一起啊 简直就是天生一对 别闹了 那是我宋大哥 你不是什么男朋友 行了 你别取笑我了 宋哥 宋哥 送给你的哥 你们看吧 五年之内 我肯定不会谈恋爱的 要谁信啊 要是哪天让我遇见他 我一定要抓住机会 绝不撒手 到时候你可千万别吃醋 千万别后悔呀 行 别闹了啊 你们俩真是够逗的 快上课了 快上课了 走吧 咱们走吧 这个话题啊 下次再说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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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做 25